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师承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说 眼下恐怖分子多以软性目标为袭击对象 如商场 学府 交通设施 甚至在大街上往往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 然而 安保部队不可能无所不在 所以人民必须提高本身的安全意识 总级查词针对EMDB的最终调查报告 原本将在明天和后天提成国会 但是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哈山阿里芬 今天突然发文告展颜这份报告的提成 并预计最快将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呈上 哈山阿里芬说 这是因为公账会的成员目前不在国内 有的去了朝圣 有的则有要是出了国 他还说 提成有关报告时 所有成员接在场是非常重要的 总级查词已是第二次展颜提成EMDB的最终调查报告 第一次原定在去年12月17号提成 但是因为要更新部分内容而展颜 针对二度展颜报告 公账会副主席兼行动党甲动国会议员程盛尧 就击粉公账会 是不是要换名叫做展颜会 因跟逆性握手而引来网民非议的 柔佛州王储东姑伊斯迈 昨天就上载一段 戴着巨大绿色手套和女性握手的片段 结果这个片段又惹来非议 网主在昨晚8点上载了一张 他明视着绿巨人全套的照片 并问道其他王室成员 我国首相 马来西亚人有没有和女性握手 为何当同样的情境涉及到他时 就会成为一件大事 在高原8车旁边发生连环撞击 22辆车子的罗里斯基 今天在危险驾驶 导致车祸的罪名下被控 却否认有罪 而主公关在宣读空创时说 根据警方调查 30岁的造货罗里斯基没有驾驶执照 而且当时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驾驶 法官批准他以8千领级保释 案件将于3月22号过堂 在这里也要跟你预告 明晚的大家讲 我们会探讨150万外劳课题 嘉宾将会和你一起聊聊 从外劳政策看政府职讳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